这就是舌蛋啊 跟鸡蛋不同的是舌蛋的壳是软的 而且他妈生完它之后 没有鸡丝扒软开的话 还会粘在一块儿 这种在强光照射下 能看到血色的就是受精卵 也就是好蛋 那正所谓有好蛋必有坏蛋 那么坏蛋 坏的还是挺明显的 我估计我不说你们应该都找出来 但这个蛋坏的不是很彻底 你看能看到少许血色 这种是有基底的可能孵出来的 那么彻底的坏蛋长啥样呢 友情提示正在吃喇叭蒜的朋友 你先把蒜验下去 好了 长这样 上面容易腔脑 还有这个味道 就好像一个皮蛋在地下室里 放到过气发霉了那个味儿 看 没有红血色就代表没受精 扶着扶着就坏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俩粘一块儿的蛋 底下这个有红血色说明它是受精卵 但是上面那个一点血色没有 但是只是没受精 这种情况就需要把两个蛋给分开 因为坏蛋变质了之后 那个霉菌可能会串到好蛋身上 最后也扶不出来